大家好 讲红包 大家好 我是红包 我是二老 好了 还有这个不到一个星期就要新年了 在这里呢 我提前祝大家这个新年快乐 肥皂多多讲 好了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游戏是一个非常让人怨恋 略星的游戏叫做人间兵器 那么这个人间兵器的是这个卡表在 1990年的时候发表的一个游戏 在这个游戏发表之前的前一年呢 狼梦公也发表了一个游戏叫做闪电小组 1989年 那个游戏的跟这个人间兵器非常的像 其实在解说之前呢 我并不知道哪个游戏抄哪个游戏 由于这一次呢 我解说这个我专门查了 那我现在能确定这个人间兵器的 他就是抄这个闪电小组 因为两个游戏非常的像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去优户那里或者土豆搜索一下闪电小组 能收得出来 那两个游戏啊 不光是这个人物的动作 还有这个小兵的这些智商啊 还有他跳跃的那个姿势啊 那全都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不得不说这个栏目工啊 对比这个卡表的人间兵器啊 从这个人物的这些包装啊 还有这个音乐方面呢 都不如这个人间兵器 因为那个闪电小组这个人的这个很怪的那个样子 看起来就有点别扭 好了那么这个闪电小组就扯到这里 那个游戏的我以后可能会做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人间兵器吧 那么这个人间兵器的这个故事背景呢 他说的是一个像斯瓦辛格的一个猛狼啊 他叫做史密斯 他接到了这个上司 这个虫师的一个任务 去这个南美洲 南美洲有八个贩毒分子的一个基地 除了要摧毁这个贩毒分子的这个基地之外 还要救出那些被呃 被掳走的那些探员 那么呢 刚才第一关呢 已经救出第一个这个探员了 那么现在是这个第二关 好了那么现在呢 就回到这个视频 这视频呢 打的难度是呃 这个最高难度的二周目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游戏呢 他有两个周目 而且呢 他有三个难度 每个难度呢 都有这个二周目 呃 现在是二周目的最高难度 所以的 等于说 这个难度是这个游戏最难的一个难度 那么如何进入这个难度呢 在我们选最高难度通关一遍的时候 在通关画面那里 呃 这个游戏可以给出二周目的一个密码 叫做397211 呃 在游戏一开始的那个password那里输入这个密码了 就可以进入这个难度了 好 那么在过关的时候 可以很明显看到这个地图啊 是这个南美洲 呃 现在呃 这个地方应该是秘鲁 哎 我记得很清楚 呃 在几年前呃 有个优酷的一个播客叫做老一 啊 他做了一个视频 吐槽这个游戏 啊 非常搞笑的一个视频 我还看了好几遍那个视频 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在看完那个视频之后啊 呃 其实我有一点冲动 呃 要做呃 录像的 但是呢 我当时呢 没有兴趣 后来呢 我真的不得不做了 因为很多fc游戏我都做过了 所以呢 啊 这么经典的游戏 怎么可能不做了 不过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就是我以前看老一的那个啥呢 啊 他刚出了一个西天曲名 然后我就叫天了 就去试了这个游戏 然后 不到不到几天 我就打出了一命 结果有人说我这个 呃 打这个老一的脸 哎 其实没有啦 人家呃 人家是做吐槽的嘛 又不是像我这种 呃 技术流啊 完全不一样的类型 怎么可以说是打他的脸呢 对吧 人家 你怎么知道他认真起来 会不会真的能通关呢 或者说 有一些他故意的做成那样 比如说这个国外的喷审的 其实他游戏打的很厉害的 但是他有时候啊 这种吐槽的类型的播客 他是为了吐槽而吐槽 啊 这个说不准的 好了 那么喜欢话就扯到这里 呃 现在解说一下这个游戏吧 这个游戏的怎么说呢 很多人都说这个游戏非常的难 呃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游戏的这个敌人啊 他这个呃 反应速度非常快 呃 他手枪打的非常厉害 这个是敌人的 假如说你以为这个游戏 是靠这个反应速度来玩的话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啊 因为这个游戏啊 呃 靠反应是靠不住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敌人的比如说这个 呃 二周目最高难度 这个难度啊 这个敌人的手枪打的飞快 假如说你提前不知道哪个地方 有手枪兵刷新的话 呃 如果等到这个手枪兵出来了 你已经呃 可能反应不过来了 直接跪了 说到底呢 这个游戏是呃 一个靠背版的游戏 呃 而且呢 他不是那种死被印记的那种 啊 他还有一些非常灵活的地方 因为敌兵他刷新的模式 有好几种 啊 就是说他呃 加入了一些随机的性质 所以的话 有可能 呃 他你这一次是 这个敌兵是这种行动 呃 有可能下一次的又不一样 说来说去啊 这些敌兵的行动模式啊 其实 极有几种 呃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有一些地方的兵呢 这一次刷出来 下一次的又 不会刷出来 啊 他是根据你这个屏幕上的 呃 这个敌兵来决定的 比如说 你在某个地方把一个敌兵 呃引到 呃 另外一个场景 那么呃 在下一个场景那个地方呢 有可能本来有一个敌兵要刷出来的 结果他没有刷出来 所以利用这一点呢 比如说 你现在可以回去看我第一关 第一关有个地方呢 我把一个蓝色的敌人呃 一直引 引到呃 这个过关的那个门前 呃 所以呢 在前面的地方呢 就没有出现那种呃 打手枪的敌兵 啊 这一点呢 可以用来呃 攻关 所以要玩好这个游戏的 那种呃 传统的背板模式啊 不太行得通 呃 所以这个游戏要靠一点这个体验 如果你玩这个游戏 玩的越多 你越知道这个敌兵刷新的几种模式 等你熟悉了之后 那这个游戏就手道拿来 呃 很容易就能打同玩了 比如说 现在这个地方呢 一般来说都有两个白兵 呃 一个红兵 然后前面呢 又有一个白兵 然后下去之后呢 有这个右边呢有这些紫兵 啊 再往前一些的 等一下后面会出现要白兵啊 对吧 这些的全都可以预先知道的 他并不像那个 比如说那个绿色兵团 呃 很多同学都玩过吧 你们觉不觉得这个绿色兵团 他的兵 他是随机刷出来的吗 啊 没有 你可以看一下我 呃 前几天发的那个绿色兵团 其实绿色兵团的呃 那些兵呢 他并不是随机刷出来的 都是固定刷的 所以才有这种固定套路的这种速通 要不然不可能呃打速通的 好了 那么 游戏的这些机制啊 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然后呢 这个游戏 他还有一个系统 就是呃 找鸡脑 每一关呢 要找一个鸡脑 也就是这个游戏的所谓的探员 一个大叔 那大叔呢 呃 找到他之后啊 会拿到一个手榴弹 如果你每一关找不到他 这个大叔的话 也是过不了关的 而且这个大叔啊 一定在这个游戏的后半部分 前半部分的这些门啊 不会有大叔的 然后再说一下这些门 门里面呢 有可能呃 有这种枪 呃也就是现在呃 屏幕下面的 有一把冲锋枪 82发的那个 那个枪呢 比呃 游戏每一关一开始的自带的那个首先呢 他的子弹速度要快很多 呃 还有一个门呢 有可能出现呃 加血的道具 呃或者加时间啊 每一关他有时间限制的 呃 还有还有这种呃 一个小孩子或者一个女人呃 这两个呢 没什么用呃 只是一个加分的一个道具 不是道具 是一个人呃 那个女人的可以啪啪啪 男的可以把他卖掉 所以就有分 啪啪啪也有分是吧 呃这一点呢 有点像街机上的一个游戏叫做惩罚者 那个游戏是不是这个卡表做的 他也有呃 也有那种门 把那个门打开之后啊 有个女跑出来 就说 oh thank you 就这样呃 这个文理一下 然后就加血了 这卡表呢 有时候也比较呜的 好了 这一关已经到最后了啊 这一关呢 有一种敌人是其他关卡没有的啊 就是刚才那种啊 有点像僵尸的一种敌人 这种敌人呢 不知道什么东西啊 我感觉是这个毒贩呢 给这些正常人吃了之后啊 他不知道吃了什么毒 结果就变成那种像怪兽一样的僵尸 我有点怀疑这个僵尸啊 他吸的是这个肥皂毒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见到我们的主角之后啊 他追着我们的主角这个菊花跑 如果他不是吸的这个肥皂毒啊 我就不相信 好了 这一关呢 又跟其他关卡有点不一样 因为这一关呢 多了一种上下的这种电梯 这种电梯呢 呃会 怎么说啊 这个敌人呢也会坐电梯的 所以要小心 呃 坐电梯的时候啊 千万要小心这个电梯下来的敌人 好了 这里还有最后一样东西要说的 就是这个肌脑 他出现的位置 哎 上面有个丢肥皂的 好 这里呢 看到这个门没有 我刚好了 找到这个肌脑 刚才为什么我那么多门都不开 一定要开那个门呢 因为其实这个肌脑啊 他只会出现在 每一关呃特定的几个门 你只要把那几个门废住了就行了 啊 如果他不出现 在这几个门呢 是不可能的 因为都是固定的游戏 呃他已经设计好了 所以你不需要所有门都开 而且这些门呢 有一些固定的模式 呃怎么说呢 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现在呃有四个门 这四个门呢 他有呃三种排列组合 比如说一二三四 然后第二种排列组合是二一三四 第三种是三四二一 这个游戏里面的这个系统就这么设计的 假如说呃 比如说我在第一个门打开了之后啊 他是一个空门 然后第二个门呢 呃里面这个门出现一个骷髅 或者一个小孩子 那这个就是提示 呃有几关呢 比如说第一关 第一个呃出现 有可能出现机脑的门 如果是一个骷髅的话 那么这个机脑一定会出现在最后一个门 那里 这种技巧呢 我一开始是不知道的 啊因为有一个机友啊 他叫做见任人在啊 他告诉我这个游戏的那种内在的机制 啊这种机制的有点像 啊FC上的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叫做七宝齐谋 呃这七宝齐谋呢 跟这个人家兵器这种门的设计啊 是比较类似的 在我们知道了这种呃 开门的技巧之后啊 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一点来快速找到这个地牢 而特别是在打这个游戏的速通的时候啊 如果你不知道呃这个技巧的话 你就要每个门都开 每个人都开 那你就要浪费很多时间了 假如说你知道了这个规律 你开了两个门 那你就有可能知道这个机脑的位置 所以的话 这个这个技巧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技巧 好了 这个游戏已经进行到了这个导属第二关 很明显的这个游戏 他是全程都没有boss的 你有一个boss就是这个最终boss 那么最终boss是谁呢 呃等一下就知道了 过了这一关之后啊 这个这个史密斯啊 他从这八个探员身上的 找到了一些碎片 这个碎片的拼起来的 是一封信 这个封信呢 是写给谁的呢 啊 其实是写给这个史密斯的这个上司 而重新的 所以的话 这个大boss呢 其实是这个史密斯的这个上司 好 这里的本来是这个鸡脑的 呃没出现 一般来说都会出现在下面这个 而结果呢 这个鸡脑在这里啊 其实这里呢 我还不知道这个规律 呃 所以的话 刚才比如说刚才打开第一个门 是一个小孩子 那么 现在我们就可以判断的 这个鸡脑肯定在这个肉上脚那个门 好 这里的剧情呢 看到没刚才那封信就是写给他上司的 嗯 谁谁写给他这个毒贩的头子 好 现在呢 这个画面 看到没一个电脑前面有一只手 他握着一个拳头 其实这个拳头啊 是他上司在呃 在在监视这个史密斯他的行动 从前面几关这个手的这个动作来看啊 这史密斯的上司啊 他还是比较清醒的 因为他前面几关都在吸烟啊 或者不动啊 但是呢最后一关他就握成墙头啊 说明呢 这个上司已经忍不住了 忍不住要干这个史密斯 因为这史密斯已经发现了他的秘密 虽然这里已经到了最后一关 那么我其实还有一点要说一下 就是这个敌人 这个敌人分好几种 他有不同的颜色 穿的衣服都不一样 这些不同颜色的敌人 他们有很不一样的这个行为 比如说这个紫色的敌人呢 他是不会往这个上下走的 他只会开枪 白色的敌人呢 他不不但会开枪 而且还会这个上下走 这个黑色的敌人呢 他会往下面开枪 刚才那个绿色的兵呢 他不会动 但是他可以这个原地开枪 所以呢这个游戏 你也要需要知道这些不同的敌人 他有那些行为模式 比如说你遇到一个紫色的敌人 那你就不用害怕 这个敌人呢 会往上面跳 那么我该说的基本上都说完了 我这个无伤流程呢 其实有很大的运气成分 但是呢 其实我也大概刷了有这个有两天吧 刷了很多次 由于我想打的快一些 不想像以前那样很墨迹的 如果你很墨迹的就打的话 这个游戏你就一步一蹲 就是走两步就蹲下来 走两步又就蹲下来 这样的话可以防止这种敌人 突然出来给你来一发 那么现在呢 我需要有一点的速度稍微快一些 而且呢 我也要一种稍微稳定性比较高的一种套路 所以我其实我也画了好几种方法 有些地方呢 我一旦遇到了 经常失败的话 我就会考虑去换一个打法 然后这里上去的就是 呃 这个上司的房间啊 他为什么跑的那么高的地方 好 这里进去就是这个最后的boss上 哎 这个我知道很多同学小时候打这个boss 不会玩 不知道怎么打 其实这个boss比较简单的 因为他的看到没刚才呢 我已经演示了一遍 这个boss的他前面两发枪都是蹲下来的 第三发呢 还有这个第四发都是站起来的 你要知道他的这个开枪的这个动作 那你就可以设计到这个打法 其实我这个打法是比较那种 呃 保险的那种 也可以说是怂 呃 如果是想打的快一些的话 啊 其实可以秒他的 好了 这一次的将军任务 我已经完成了 其实这个游戏啊 他有一个完美结局 什么完美结局呢 如果你看过老义的那个视频的 那里就知道了 其实这个主角啊 是可以跟他上司一起死的啊 迅情 好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